最近苏州的出租车司机王师傅接了一位乘客 车子行驶途中王师傅就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就是这个电话让王师傅从普通的出租车司机 变身帮助警方抓捕嫌疑人的临时警察了 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王师傅接到的是谁的电话呢 您好 您老位 您好 师傅是4H1车主啊 是的 您老位 您好 我公司新来的一个主管 我们有一条新的规定 因为我也是刚刚上任了 你方便把电话转换一下 就是不要让乘客听到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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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们的新的 好的 好的 喂 您好 请讲 这王师傅关掉电话免提之后 电话那头才亮明了警察的身份 并告知王师傅 说坐在他车上的乘客是一名犯罪嫌疑人 需要他配合抓捕 刚才还吓一跳的王师傅 马上就冷静了下来 配合警方的部署 将犯罪嫌疑人带往和警方的约定地点 我刚才不是进了一个电话吗 是公司里面的一个领导 说我车上的设备要调整一下 大概几分钟也就在我们附近 我说你马上跟乘客解释一下 以那个检验车子为用 我说你掉头过来 我也再过来 然后我开着那个电车 开始拖延这个嫌疑人 跟他砍 跟他聊 让他停住 然后我们一个侦察员去控制他 他坐在副驾驶 然后那个把驾驶员安全转移出来 嫌疑人当时他也梦了 你看 看到整个drop的过程 我们也替王师傅就捏了一把汗 幸亏他够沉着冷静力地打工了 是啊 原来这名乘客呢 是多起盗窃案的犯罪嫌疑人 有很强的反侦察能力 民警为了抓捕他 也是费了很多的波折 这次锁定他上了王师傅的出租车 才想到联合王师傅一起实施抓捕 这次成功抓捕呢 民警也为王师傅的机制 和勇敢点了一个大大的赞 而王师傅却说了 最大的功劳都是人民警察的 他只是做了一件义不容辞的事情 在这儿呢 我们要对王师傅说一句 好样的 嗯